我们需要通过发展慢肌纤维来抑制快肌纤维 使消退肌肉蛋白质分解功能来降低它的肌肉含量 因此我们需要肌耐力力量训练 也就是低负荷高反复次数的训练方式 那拉伸的作用主要是放松肌肉降低疲劳 骨关节长度不会变化 好来我总结一下视频里面三个动作 每个四到六组 每一组大约20次 重量逐渐低增 该减肥的时候还是要减肥 拉伸是很有必要 但不会使肌肉含量降低 快练起来吧 大家好 我是你的猪老师 健身第一课 重不等于胖 那身体有四种程度勾论 水分 骨胖物质 蛋白质 脂肪 肥胖是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超标的一种外在行线 所以你重不等于胖哦 大家好 我是你的猪老师 健身第二课程是体脂率 你全身脂肪总和占有体重的百分比 就叫做体脂率 你看起来肥胖的程度和你实体测量的体脂率 是直接相关的 那你体脂多长呢 猪老师健身第四课 管理我们的运来开腿 吃起来的所有食物叫瘦肉质量 活动的食物叫消货质量 当食物的消货品时 就可以保持越好的身材 当食物大含的消货时 你就会肥胖 所以简单关键是关键的 来开局哦 大家好 我是你的猪老师 健身第三课 你不必须想要练出太大的肌肉 那肌肉的生长呢 需要得到特定的训练强 刺激和足够的营养的速度 才能为何身体自身之后 随时担心 所以咯 大家好 我是猪老师 健身第五课 怎样多食物 不胖 了解这之前呢 先知道什么是继续战胜率 即使一天会吃不喝静好 所需要消货 能量将会继续战胜率 那如给健身人呢 心愈越发达 心愈在心愈越终 因此怎样多食物 也不肥胖 大家好 我是猪老师 那很多网友留言问我 怎么样可以快速瘦度 怎么样可以快速瘦大腿 但是在健身这件事情上 真的是没有快速跟神奇可言的 你需要是了解科学正确的训练方法 以及达成目标的决心和持之以恒的行动力 助于每一位都通过自己努力 获得理想的好身材 关注我 第一期问题送上最专业的原创教学内容 大家好 我是猪老师 健身第六课 肌肉的两种类型 如果说跑步有氧 主要是为了锻炼心肺功能 那如铁健身 当然是为了锻炼肌肉了 可是肌肉你真的了解吗 肌肉按照生理特性 分为白肌 红肌 也就是快肌纤维和慢肌纤维 当我们追求更快 更强 主要是发展快肌纤维 当我们追求更持久 更稳 主要是发展慢肌纤维 因此为了全面锻炼到两种类型的肌纤维 如铁健身和游泳运动都要做哦 了解更多的专业理论 让你的训练更加科学有效 更多知识我们就在下节课 关注哦 下次见 大家好 我是猪老师 网友问问为什么健身时 护起发力而不是心情 在大三中所有的生活都赖不息生存 它虽然自然而然发展 但过程也是由肌肉的相互配合而完成 在健身中发力尤其是腹中发力时 身体身份稳定非常的重要 而腹部的肌群作为腹部的肌群 主要的功能就是维持腹腔 正常的腹压提供给躯干稳定 因此有躯干稳定作为基础的保障下 训练动作才能够更加的准确 也更加的安全 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比较特殊 就是宝宿呼吸 常见运气中运动 如建议一般的爱好者轻易模仿 更多关于健身的问题 欢迎留言给我 另一期为你更新最专业的原创教学课程 我们下期见 教给大家一个拉伸颈部 美化颈部的有趣动作 叫做Kissed Selling Go on 字幕志愿者 сог